行動裏面在葵清區拘捕了一名本地女子年齡六十歲 她涉嫌以干犯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下 作出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在這次行動裏面警方也檢取了一部手提電話 案件仍然是調查中的 警方是會檢視被捕人是有沒有同時干犯私隱條例裏面的罪行 亦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研究被捕人 有沒有違反高等法院在上年十月和十一月頒布的兩份禁制令 從而干犯藐視法庭罪 無人可以凌駕法律 無論犯法的人是任何背景任何身份 如果觸犯法例警方都會依法處理 而事實上警方在過去也是針對這類型的案件 作出調查、拘捕和檢控的 亦是有一宗違法高等法院禁制令的案件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我亦在這裏再重申一次 網上世界不是無法可依 大部分適用於現實世界的法例 在網上都適用 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即是煽動以同 煽動以同的字 這個定義是哪裏呢 如果是國中派的帖文的話 哪一種字是煽動的呢 我在這裏是不會詳細評論的 我只不過講了就是我們拘捕了一個人士 我們私言他是干犯了某一條罪行 或者幾條罪行 我們會審視究竟哪一條 我們都會徵詢法律意見 然後才會作出檢訊 多謝各位傳媒的關心 案件交給律師團去處理 多謝大家 可以說一下他有沒有說到 你那個帖文是有關什麼 是涉及的 不好意思 你休息少許再說 不好意思 呼籲 多謝大家 注意 我們可以說一下 沒事 也許